当海参面对敌人威胁的时候 一言不合就会急剧收缩体壁肌肉 将自己肋脏从菊花口抛出去 分散对方的注意力 自己则趁机逃之夭夭 海参从体内排出的白色管转器官 不仅带有特殊气味 还具有一定毒素 能够将敌人缠住 如果这招还不管用 那么海参就会将肋脏从菊花中挤出来 趁着对方享用自己肋脏的时候 借助喷射的反作用力迅速逃脱 海参将肋脏都排出来了 难道他还不会挂掉吗 其实海参的长道具有再生功能 舍弃泪赞后 海参只需要20天左右的时间 一副全新的泪赞便会在它的体内生长出来 有的品种海参被切成两至三段后 各段也能再生为完整的个体 海参以吞噬海底的有机物为食 包括藻类和有机碎屑等 它消化食物后会通过菊花排出泥沙 一只海参每年可以排出约20公斤的泥沙 300万只海参一年排沙量可达到近10万吨 海参的泥沙里含有氨氮和碳酸钙等营养物质 会重新进入海洋生态系统 像碳酸钙就是珊瑚礁成长的重要物质 海参的泥沙还呈现碱性 这意味着它们可以降低这种海水的酸度 也有助于珊瑚的身体生长 所以海参又被誉为珊瑚的守护者 海参还有个不搅腊繁足的恶繁克 这条身体细长的奇怪生物 正在钻进海参的菊花里 这条鱼叫隐鱼 它身体纤细光滑没有鳞片 成年体长度在20厘米左右 它性格胆小 喜欢用热脸去贴海参的冷屁股 白天就在海参菊花口蹲着 没事就把头露出来喘口气 累了就在里面睡觉 饿了就吃海参的泪赞 器官和排泄物 吃喝拉撒睡觉全在里面 有时候甚至它们还会在海参的身体中 做羞羞的事情 到了晚上 隐鱼会钻出海参的身体 出来寻找一些小驴小虾 晃晃口味 在外面溜达够了 又会寻找新的海参 隐鱼会先在目标海参 屁屁周围转悠 然后蒙甩尾巴 海参感觉到有异物 想要入侵时 就会收紧菊花 隐鱼就可以趁机钻入进去 隐鱼之所以选择海参作为宿主 主要是因为在一万无几的海底 隐鱼的黑色皮肤简直太显眼了 所以它就钻进海参的身体里面 不仅白吃白喝 顺便还可以得到保护 为了对付隐鱼 很多海参的菊花腹颈 长出了尖牙利齿来防备 有些海参会把隐鱼和泪赞一起喷射出去 想让隐鱼知难而退 可惜完全没有什么效果 因为海参的呼吸器官就在菊花上 通过扩张收缩来呼吸 在一呼一吸间 隐鱼就能再次钻进海参的菊花里面去了 海参是生锈部分人 尤其是国族同学喜欢的食物 海参就是一直有坚持吃吗 对 一直坚持吃 吃管道队里边做得比较方便 我问厨师都是中午要两个 当然要两个 韩人在国家队都管够 海参是如何打败众多营业品 被端上国族的餐桌的呢 难道海参真的有以形补形的神奇 转眼补肾功效吗 其实海参作为生活在海底的一种极皮动物 是一种普通海鲜 海参肯定是有营养价值的食材 但它既不是保健品 也不是药品 而我国法律中明确规定 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具有药品类似的功效 在几个世纪以前 中国古人就认为海参是真凶美味 后来人民群众的钱包渐渐裹了起来 海参也就从善流人士餐桌上的佳肴 变成了普通人也可以享用的海鲜 不同产地品种的海参价格不同 最顶级的能卖到美金人民币一万块钱 不过这么昂贵的海鲜却算不上美食 因为海鲜几乎没有什么味道 新鲜的反而有股浓郁的腥臭味 清炖的话略显寡淡 就像咀嚼橡胶一样 只能靠烹调时加入各种配料来入味 食用海鲜的热潮让它的数量进一步下降 在持续的补刀下 许多品种的海参被捞成了冰微物种 在我国无人工干预的纯野生海参 已经基本绝技了